晚班节下品唯有读书高 你多读点书 再出去浪去 我感觉 现在爱看书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因为不管是娱乐还是学习 大家可选择的方式越来越多 看书这种习惯 确实没那么好保持 可我还是劝你 也别完全不看书 为什么呢 因为书里边有书神 这个神仙伺候好了 能保佑你心往发达 伺候不好 能让人家业尽毁 这不是我编的 在清朝的古书《邪夺》里面 就记载过 确切说书神不是书里的神仙 而是由那些个年代久远的老书 直接变成 那会儿南京有个小伙子 叫杨征 家里世代都是读书人 他太爷爷爷爷爷 还有他父亲 都是靠着读书当了官 挣下了一片家业 到他这一带呢 家里太有钱了 对读书这事就没什么兴趣了 再加上他父亲死得早 他天天的花田酒地 看香车美女逛情楼 什么那个混赌场 妥妥了一个败家子 有一天他母亲看不下去了 就劝他 儿子呀 咱家世世代代都是读书人 知书达理守规矩 到你这儿呢 不能断了根 你别老出去瞎玩去了 在家多读读书行不行啊 他也挺不高兴 说读书有什么用 咱家这么些钱 三辈子花不完 我就不是忙着花钱的吗 到死了啊 要是钱没花完不亏吗 没空读你的破书 咱也不知道啊 这家人怎么就把孩子教成这样 他母亲听了挺生气 不能看儿子这么堕落下去 就想了个好办法 杨家有一个大书房 里边都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古书 可他就是不感兴趣 书房里落的都是灰 这天呢 杨征母亲告诉他 我听说你父亲在书房的地下 还藏了一箱古董 你要不要找一找 杨征一听来劲了 赶紧跑到书房一开门 也让灰呛了 正咳嗽呢 没成想 他母亲从外边把门锁上了 杨征说妈您干嘛呢 进来一块找古董吧 他母亲说了 儿子 别怪妈狠心 晚班接下午没有读书高 你呀 多读点书 再出去浪去 今天不读完五十页 这门不开 杨征一听是上当了 撒破打滚 和他母亲就是不心软 本以为杨征会屈服 可这孩子真是惯坏了 亲说行 你让我读书是吧 那我就糟惊糟惊他们 当场解开裤子 跟这屋里边截了个手 好家伙 抛起旁边一本古书 撕开就擦屁股 开头不说了吗 古书会变成书神 这本其实已经变了 书神很生气 卸了原刑 怒斥杨征 你怎么能这么糟禁书呢 你这是作孽 杨征惊了 可他从来不拿书当回事 问明白对方是书神 反而又嚣张起来 说你们这些穷酸玩意儿 天天的还弄玄虚吓唬我 我就不读 你怎么着吧 还能弄死我 书神冷笑一声 你呀 现在满脑子吃喝嫖赌 光认识钱和美女都忘本了 你这么糟的书会遭报应的 杨征越听越来气 报应 我先报应报应你 你信不信 当时就火了 满屋子搜罗 竟然找到了一根蜡 跟一个打火石 拎着脖子 抓过书神来一把火 给烧了 就看着他在那烧 叫得嗷嗷的 书神的原形啊 毕竟还是书 逃不过命去 一会就烧光了 杨征得意 嗯 让你教育啊 死去吧你 可突然 剩下的火苗子 也不知道怎么地 突然间沿着地面 就飞起来了 蹭的上了书架子 而后火石 瞬间就变大了 根本拦不住 大伙把整个书房啊 都给烧着了 杨征下来赶紧叫唤 母亲见不好 开门吧 可这回啊 那个火已经沿着书房 往这堂屋烧去了 全家都出来救火 根本没用 火越烧越旺 在杨征和母亲 哭天抢地的喊声中 足足烧了一下午 到晚上才终于给灭了 杨家几代人攒下来的家业 全给烧光了 您就说 书神给杨征这报应来的快不快 杨征这回彻底傻眼了 嚎啕大哭 说我得罪谁 也不该得罪书神啊 要是能还我这一片家业往后 我一定天天读书 绝不胡闹 你看这会后悔了吧 可有点晚了吧 早干嘛去了